左派一再的侵蚀我們的生活 而且是全方位的 覺醒文化會推翻我們的社會秩序 不只是性教育,洗腦我們的小孩 就連你,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都不安全 如果你還沒有結婚,你還沒有小孩的話 有一名罪犯在洛杉磯 這幾天過得非常開心 我相信不只一個,應該有很多個 這個人是一位連續犯罪 進出監獄好幾次 有個非常長的犯罪史 有各式各樣的罪行的一個大壞蛋 跟幫派也有關係 而且是因為殺人而進去的 被定的罪,會跟最後 原本應該要有的刑罰少很多 因為我們的檢察官 George Gascon 是一個自由派的腦殘 是嗎?他是腦殘嗎? 他的職位原本是要來起訴犯人的 但是現在他的工作變成是 能讓多少罪犯離開監獄 就讓多少罪犯離開監獄 犯人有多感謝這位 Gascon 呢? 以下是他跟他律師的對話 展現了他的喜悅 還有對我們覺醒檢察官的感謝 L.A. gang member convicted of murder vowed to get the ultra-woke district attorney George Gascon's name tattooed on his face for shaving years off his sentence now he might be lying after all he is a murderer but it's great now we can identify failed liberal policies by the tattoo on our assailant's faces Hernandez had pleaded guilty to murder as well as personal use of a firearm for the killing of a pot delivery person back in 2018 now we got a new D.A. in L.A. so they're gonna I got caught on the 14th fool right there in Compton Thursday so they're gonna drop a gang of like my gun enhancement my gang enhancement my gang enhancement's 10 years fool for being a gang member I got caught on the 14th fool I got caught on my face that's the chap right there 聽起來很好笑吧 我要把他名字刺在我的臉上 這是什麼搞笑喜劇裡面的這個劇本啊 可惜不是 我們洛杉磯的檢察官 真的沒事要大赦天下 把這些殺人犯全部放出來 這些幫派分子 這些壞人 這些可能腦子不太清楚的去做壞事 但是這些人他懂得 飲水思源喔 他們知道是誰在幫助他們喔 誰在幫助他們繼續做壞事 他們知道他們做這些壞事 是誰赦免他們的 不是耶穌喔 是George Gascon 因為覺醒文化就是 我們要接納這些犯人 殺人狂 神經病 精神不穩定的人在我們大街上 這個叫做大愛 也就是說 未來在洛杉磯 會有更多的人受傷 會有更多的人被殺死 會有更多的人被暴力犯罪 會有更多無辜的納稅人公民 被這些犯罪打壓 我們的社會會越來越不穩定 我們的公司會出走 因為沒有商家願意在一個不和平的地方投資 因為我們的檢察官不在乎我們 他在乎的是像這個 Louise Angel Hernandez 這樣的罪犯 他在乎的是他的人生 在乎的是他的自由跟他的感覺 我們這些守法的 安靜的 只想上班 創業 養家糊口的人 一點都不重要 節目在繼續之前 我想要先討論一下 我們每天都會有的困擾 就是 每天早上起來要穿什麼衣服 如果你跟我一樣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話 這邊建議你去 Abounding Glory 買一件衣服 Abounding Glory 是一間基督徒的公司 專門使用高級的面料 幫助教會還有敬拜團 不只是T-Shirt 還有什麼那個 武器那些東西 他們使用特殊的印花方式 來讓很一般的印花更有特色 我今天穿的就是他們其中一款 真的穿起來非常舒服 想要同款商品 現在就可以去 aboundingglory.com 購買他們的衣服 不但可以幫助一間 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 購買金額的10% 也會來支持 AI News 繼續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購買時使用折扣碼 AI News 也會同時享有5%off的優惠 現在就去 aboundingglory.com 購買他們的衣服吧 我們好像有在想辦法罷免這位 Gascon這位檢察官 目前的確是有在收集簽名 但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請幫我們洛杉磯禱 或者幫我們 AI News 禱告 讓我們可以把公司 簽出洛杉磯還是什麼的 那麼為什麼我們的 DA 會這樣做呢? 為什麼我們的檢察官 要把這個樣子的人放出來呢? 首先是因為這是左派人的信仰 左派的人相信人性本善 人會做壞事的原因就是因為 社會讓他們不成功 是社會的問題讓他們變壞了 所以這一切就會變成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錯 犯罪不會犯錯 罪犯殺人也是被我們社會逼出來的 其實在一個殺人案件當中 其實殺人犯開槍的兇手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這個是思想上面的原因 那麼政治上面的原因呢? 就是亂世出英雄 對於左派來講 社會越亂,機會就越多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處心機率的 想要推翻我們的基本常識 我們的倫理道德跟我們的傳統文化 他們想要推翻的是整個 法律系統、司法模式 他們想要推翻整個社會的治安 這就是為什麼 左派會鼓勵BLM這樣的暴動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副總統 創建一個基金會來保釋 最可怕、最危險的暴力犯罪 因為當大街上充滿著暴力 當我們的建築物著著火 當我們的法律沒有被執行 當我們的警察經費被刪除 整個警察局被廢除 這個就讓左派有更多的機會 來動搖我們的社會 他們就可以推翻我們的社會制度 來依照他們的想法、他們的思想 來建立一個嶄新的烏陀邦 這種放出暴力犯罪造成社會動盪 不是因為我們檢察官無能 不是因為他很蠢 而是因為這就是他想要的 這就是左派、民主黨想要的 在中國大陸 這叫做文化大革命 革命無罪、造反有禮 那在美國會叫什麼呢? 有想法請在下面留言 請到下面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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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